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铁生 职业是生病 业余在写作 在实铁生之后 谈生是奢侈的 论死是矫情的等等 特别是《秋天的怀念》 《我于地谈》 《荷欢术》这三篇 我称之为实铁生母爱三篇 被选入语文教科书之后 也成了老师们的最爱 这文章里深刻的情感和表达的魅力 都讲得差不多了 要讲出很多心意 确实相当的难 当然了 我说很难 讲不太粗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 或者说一点点 比如六年前 关于《荷欢术》 我就写过一篇论文 而我的核心观点是 在这个三篇里面 我觉得《荷欢术》最好 而如果只是读存母爱 那显然是浅读 读得浅了 论文写完不久 我正好回家 就跟我父亲聊起了这篇文章 就《荷欢术》里 我发现的精彩 我得意洋洋的讲了半个下午 就在我快讲完时 我母亲 我母亲那时候生气已经不大好 常年卧病在床 很少说话的母亲 竟然冒出了一句话 说的是《荷欢术》这文章好 我当场就惊呆了 其一 我就在我母亲房间 得意洋洋的讲着《荷欢术》 我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母亲也在场认真地听着 其二 讲的过程里 我还在不断地说什么 《荷欢术》怎么能简单地读存实母爱呢 这是母亲晚年留给我印象 极其深刻的一个瞬间 也可以说是母亲无意中又给我上了一课 每一个成熟的读者都有权利选择 她和文学发生关系的方式 任何人谁也垄断不了一部作品的阐释权 我真后悔啊 当时我就没有想起来 给我妈妈朗读一遍《荷欢术》 我现在还真的想读一遍 《荷欢术》实且生 十岁那年 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母亲那时候还年轻 急着跟我说她自己 说她小时候的作文 做得还要好 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 会是她写的 老师找到家来问 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 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 我听得扫兴 故意笑 可能 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她就解释 我装作根本不在意她的话 对着墙打乒乓球 把她起得够强 不过我承认她聪明 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时 我的两条腿残废了 除去给人家化彩蛋 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 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 最后想学写作 母亲那时已不年轻 为了我的腿 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 医院已明确表示 我的病目前没法治 母亲的全副心思 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 到处找大夫 大听偏方 花了很多钱 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 让我吃 让我喝 或是稀夫勋究 别浪费时间了 根本没用 我说 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 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 再试一回 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 然而对我的腿 有多少回希望 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一回 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 医院的大夫说 这实在太玄了 对于瘫痪病人 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霉也太害怕 心想死了也好 死了倒痛快 母亲惊慌了几个月 昼夜守着我 一换药就说 怎么会烫了呢 我还总是在留神呀 幸亏伤口好起来 不然她匪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 她跟我说 那就好好写吧 我听出来 她对治好我的腿 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 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也想过搞创作 你小时候的作文 不是德国第一吗 她提醒我说 我们俩都尽力 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处去给我借书 顶着雨 我冒着雪 推我去看电影 想过去给我找大夫 打听片方那样 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 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过了几年 我的另一篇小说 也获了奖 母亲已离开我 整整七年了 获奖之后 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 大家都好心好意 认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 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 我摇着车 我摇着车 躲了出去 坐在小公园 安静的树林里 想上帝 为什么早早的 招母亲 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 我听见回答 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 上帝看她忍不住了 就照她回去 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 睁开眼睛 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 在街上下光 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 我们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 那个小院子去 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境里头 我偶尔摇车 到大院去坐坐 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 推说手摇车进去 不方便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 还都把我当儿孙看 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 但都不说 光扯些闲话 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当中 喝东家的茶 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 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 到小院子去看看吧 你妈种的那棵核花树 今年开花了 我心里一阵陡 还是推说 手摇车进出 太不已 大伙就不再说 忙扯到别的 说起 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 现在住了小两口 女的刚生了个儿子 孩子不哭不闹 光是瞪着眼睛 看窗户上的树叶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 那年 母亲到劳动局 去给我找工作 回来是在路边 挖了一棵 刚出土的绿苗 以为是寒羞草 种在花盆里 竟是一棵核花树 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 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 第二年 核花树没有发芽 母亲叹息了一回 还舍不得扔掉 仍然让它留在瓦盆里 第三年 核花树不但长出了叶子 而且还比较茂盛 母亲高兴了好多天 以为那是好兆头 常去试弄它 不敢太大意 又过了一年 她把核花树一出盆 栽在床前的地上 有时念叶 不知道这种树几年 才开花 再过一年 我们搬了家 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 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挂 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 我老记着 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 不哭不闹 瞪着眼睛 看树一儿 是那棵核花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 还是那么喜欢我 东屋倒茶 西屋点烟 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 也许知道 但不觉得那很重要 还是问我的腿 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这回 想摇车进小院 真是不能了 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 过到窄的一个人 推自行车进去 也要侧身 我问起那棵核花树 大伙说 年年都开花 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 这么说 我再看不见他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 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 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 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 不想急着回家 人有时候只想 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 悲伤 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 那个孩子长大了 会想起童年的事 会抢起那些晃动的树眼 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 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 那棵树是谁种的 我说 我建议给我另外一个世界的母亲厅 我觉得就矫情了 这不是石切生的风格 但是我想 要读懂石切生的母爱三篇 是真的你要去读的 你最好 出声的读出来 读的时候 你应该想起你的母亲 想起你和你的母亲 父亲 家人们的事情 好 我想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大家课后 可以去找来康辉朗诵的 秋天的怀念 他那个是真的朗诵 我还想请大家 先认认真真的 读一下 比较长的 一万五千字的 我与地坛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一点情不自禁 关于石切生的这个母爱三篇 这里面的母爱 这里面对母爱的那种体悟 以及怎么来表达这母爱的 我想 这个我们下一集 集中的来一起 阅读和赏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戏